安安我是莫仔 这次更新主要有魔力碎片加成活动和万圣节活动 首先成长通行证的进度奖励进行了调整任务和日记部分 最后一个奖励有100个卡普什 皇室那共以前是有限制同一个分流所有玩家合计的那共数量 以前需要跟其他玩家斗快那共现在终于把这个设定拿走 只需要留意自己每天的可那共数量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是这星期在瓦伦西亚地区打怪获得黑魔力水晶的几率 增加瓦伦西亚地区是指梅迪亚过了西面桥的所有地方 而且这星期每天在线上60分钟每天可以获得魔力消失的碎片 把一个魔力消失的碎片和10个黑结晶碎片链金就可以的出魔力碎片5个 最后是万圣节活动每天登入会送你变身书 可以选择变身成三种人物 每个人物可以使用指定两个猜拳动作 而每天指定时间会出现活动头目需要变身后才能攻击头目 头目的机制简单说就是找你能猜圣的怪物使用技能 例如怪物头上有剪刀符号 那我就走过去使用跳技能或者以技能使用石头符号 这枚不错 接着我们绍杂尼图属于不练和机器录音 发生了声明树